我們剛剛小小做了一個小測試 就發現有一些小朋友 你剛剛是從旁邊爬過去的 不敢踩在那個洞上的 來舉手 你從旁邊爬過去的 有一個小朋友 來你直接站在那個洞上的 舉手 爬涮 對你有爬在上面 好 你有先摸一摸你才爬上去的舉手 明明我就有看到好多人有 這是真的動還假動 摸一摸 上面有負一層東西 再爬過去 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嗎 沒有 沒有 就毫無猶豫的爬過去 不是 因為我看到上面有反光 有一個玻璃 你看到上面有反光 就他還跟我說 因為是強化玻璃 我說玻璃破了 你不就掉到那個洞裡了 他說不會的 因為那是強化玻璃 強化玻璃也會破啊 破了你是不是就掉進去了 怎麼辦 現在其實也沒有太多了 好 這都不掉進去 大家都知道 真的是一個無底洞 我們怎麼敢讓你爬進去啊 對這麼多小朋友 我怎麼陪得起啊 所以一定是一個視覺的效果 對不對 好 那個視覺的效果呢 老師這邊有做一個比較小的模型 你們看喔 他其實裡面有一圈燈 那靠近老師的這邊是一面鏡子 然後靠近你們的這一面 也是一面鏡子 只是他不是 怎麼講 他有的可以反射 有的可以穿透 所以他是一個半透鏡 透光透一半的這種 不一定是一半啊 有時候50% 60% 70%等等都有可能 有沒有看到 那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不是很像你剛剛的那個無底洞 我沒看到 來 這樣有沒有看到 看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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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角度就對了 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 一直反射一直反射一直反射 然後就哇 感覺上好像 無窮多的燈在裡面 有沒有 沒有 有 有沒有 有 有沒有看到 有 有對不對 沒有 沒有 好 我們剛剛是不是把那個 褲子洞做成圓形 然後看起來就好像一個洞 然後利用光學的效果 讓他無限反射反射反射 到最後你就會以為 他好像是一個洞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必須看一下下 如果你真的要去理解他的原理的話 網路上有很多資料 我們抓到一個這個資料 我們覺得還蠻容易理解的 請切一下電腦 謝謝 好 所以我們剛剛是不是有兩種鏡子 對不對 一個是 就是我們平常照的鏡子 另外一個 老實講 它是半穿透的 有一半反射或一半穿透 或比說60反射 40穿透 不管上面的那一片 它就是部分反射 那我們常常在日常生活裡頭 如果你玩遊戲 你可以玩這個 你拿兩個鏡子 你把它架在這裡 然後中間放一個東西 你看到的像就會那樣 那如果你改變這個鏡子的角度 你就會看到不同的像 這個的原理在上面 你們有機會的話 可以稍微看一下 可是如果我們現在把鏡子 放成平行的 朱老師問一下 你坐電梯 如果那個電梯 剛好四面都是鏡子的話 你看過去那個鏡子 會不會發現 有好多好多好多的你 有沒有曾經看過 看過這樣子的影像的舉手 這個跟你剛剛爬過 拓子洞有沒有很像 有一點點關係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會這樣 你看這是第一個鏡子 這是第二個鏡子 假如我們在兩個鏡子中間 放一個東西 這個叫O 就是放一個物體在這邊 它在第一個鏡子 就會在這邊形成一個像 比較大的小朋友 就可以聽朱老師講這個 其實這個就是你照鏡子 你在這邊看到自己 鏡子裡面有一根你 可是這個紅色的 這個影像 對 我根本就沒有 對第二個鏡子而言 它 看到它 就會在這邊形成一個像 所以你就會有 I3這個像 那麼 這個東西 I3這個像 針對 M1 對不起 I2這個像 針對M1 它又在 I4這邊形成一個像 所以 一路一路這樣下去 你是不是就會有I5 I6 I7 I8 就好多好多的像 就像你們剛剛爬過那個兔子洞 是不是有發現那一圈亮的燈 有好多好多好多圈 有沒有 有 你有沒有站在兔子洞上 你有沒有怕怕 你有沒有怕怕 沒有 他幾歲 我看到 3歲半 3歲半 好 很好 所以3歲半不會怕 我們應該限制我們的展覽只在4歲以下的小朋友參加 那4歲以上走過去然後就這樣 就不敢站在上面 因為覺得自己會掉下去 好 這個是我們的整個展覽 進場的方式 就是暑假你們如果來看展覽的話 我們會邀請每個小朋友到爬過兔子洞 然後去體驗一下那個感受 OK 沒有問題喔 好 那整個 我再做一下那個叫什麼 剛剛有進到那個我們隔壁的N教室 然後看完整個故事的舉手 好 沒關係 在參加今天的活動之前 你曾經看完過這整個故事的 不管看書看影片 好 謝謝 沒關係 好 那沒看過也沒關係 來 我們把幾個重要的這個場景 跟大家複習一下 好 他們是遇到一個兔子嗎 那個兔子就 那個兔子就戴了一個懷錶 很奇怪還穿著一個這個背心 然後他說 我看起來不起來 然後就咚咚咚咚碰掉 他遲到了他遲到了對不對 然後他是不是就爬爬爬爬 爬到一個兔子洞裡 好 那個艾麗絲他就拿 好 那個艾麗絲他就拿 好 那個艾麗絲他就拿 有沒有想過 你在看那個故事說的時候有沒有想過 艾麗絲掉進一個 那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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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的洞 怎麼都沒有受傷啊 誰想過 你小時候誰想過嗎 反正故事是假的嘛 對啊 有沒有超能力啊 有人想過對不對 我們來做一個 小小的實驗 這個實驗呢 也許可以這個為你解答這件事情 我們要做的實驗是這樣子 我們先做的實驗 這邊暫停沒關係 好 那這個實驗 因為很多小朋友都已經是我們的VIP了 所以你可能看過 那看過小朋友千萬 朱老師常講怎樣 不能破梗 好 來 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這樣 我請我的 架這個梯子 好 我們這邊有一座裝置在這裡 這個管子呢 是 是空心的 它是空心的這件事情 你怎麼知道呢 來丟個東西下去 吼 掉出來 掉出來了 OK 所以是一個空心的管子 來 我們覺得這個管子還不夠長 所以我們再加一對 再加一對 好 所以 欸欸 等一下 哥哥可以再爬高一點嗎 這樣看起來比較恐怖 這樣朱老師會比較開心 好 好 我們假裝 現在哥哥丟進去的就是艾麗絲 然後我們看喔 艾麗絲為什麼掉進這個兔子洞 不會摔傷 然後也沒有受傷喔 怎麼會這麼厲害 來看一下 再來喔 然後丟喔 來 3 2 1 欸 欸 欸 阿麗絲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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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阿麗絲不見了 奇怪 這是什麼空間啊 欸 又看了 又不見啊 假如是不是阿麗絲 要有點想像力 要有點想像力喔 來 欸要再一次的舉手 好 好 謝謝 剛剛都眼睛沒有張開 不是 哥哥喊321的時候還太快 沒有看到對不對 好 來 哥哥 開始 好來喔 3 2 1 欸 欸 欸 卡在中間 欸 被吸住了 被吸住了 因為那個上面是鐵的 下面是磁鐵 哎呀 下面是磁鐵 磁鐵 磁鐵 吸住了 欸 掉出來了 黑色的是磁鐵 黑色的是磁鐵 沒關係 我們都有機會 做一下實驗 剛剛抽到 抽籤的時候 抽到上面是 兔子的小朋友 麻煩你上台 來 請上台 來 然後我們請那個 各位人員把馬表 先發下去 來 抽到褲子 小朋友 好 你叫什麼名字 說 陳奕凱 陳奕凱 你呢 陳奕凱 好上來 還有你喔 陳奕凱 好來 我們先 我知道 來你們站到這裡 好 陳奕凱最高 你現在的責任很重大 因為 所有人都不知道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好不好 所以你要幫我們看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來繼續 不好意思 哥哥辛苦一下 你要第一個要看的事情是 到底從這裡 進到這裡發生什麼事情 你要仔細看喔 哥哥喊321 你不能眨眼喔 你不能眨眼喔 好 好來喔 321 他不理我 他不理我 他開始看裡面怎麼了 怎麼了 跟我們講一下裡面怎麼了 那個 那個 那個東西 他慢慢這樣掉下去 他慢慢掉下去 因為慢慢掉下去 假如他是IV4他剛剛不會受傷嘛對不對 可是他剛剛這裡不是掉很快嗎 對不對 怎麼辦 他怎麼會突然又變慢慢的咧 差一點點 很奇怪喔 你要不要再看一次 你叫哥哥再做一次給你看 哥哥在椅子上 在椅子上 這樣你可以看得更清楚 這個時空交界處發生什麼事了 來我們大家一起發喊321來 321 你表情單智 我不知道他發生什麼 怎麼樣 怎麼了 好嗎 一看 來你可以看清楚 他好像吸住了 他吸住了 他有吸住嗎 裡面有磁鐵 來 細細看 吸得住嗎 吸不住 欸 吸不住喔 他怎麼會吸住 裡面有磁鐵 裡面有磁鐵對不對 好 所以裡面有磁鐵 這個也是磁鐵 那我一吸不就吸住了 沒有啊 你看他吸不動 好奇怪喔 你們兩個是不是很急很強看 對 那你看夠沒 看夠了 好 謝謝 好換你 直接從這個給我 你這樣看得到裡面嗎 看得到喔 好 那你自己丟 那電話以後要跟我們說你看到什麼 剛剛你幾歲 五歲半 五歲半 好 很好 好 來 加油 憶恰 你睡著嗎 你睡著了嗎 他媽媽在哪裡 爸爸媽媽在哪裡 你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妳的感覺 它轉圈圈一直在 它一邊轉圈圈一邊掉是不是 好 謝謝 妳大家要看可以再看 來請回座 謝謝 好 換妳 因為有溜滑蹄 來 自己丟 奇怪 這個東西感覺還蠻妙的 爸爸媽媽如果要小朋友安靜的話 好像還沒有用 它沒有靠牆 是空中飄浮旋轉 它沒有靠牆啊 所以不是歐摩托力很大 然後到那邊 空中飄浮旋轉 空中飄浮旋轉 妳形容的就一個不一個好 剛剛只是飄飄飄轉轉轉轉 是空中飄浮旋轉 再想 它是沒有靠牆 比空中就一直旋轉 就一直旋轉對不對 不要說我們這個活動 就是欺負其他小朋友 或者是欺負大人 大人又不能爬兔子動 現在又不知道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來 那一座 我們現在實況轉播 轉播這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給大家看好不好 好 好 來 裡面看起來有一個機器 裡面看起來有一個機器喔 有一個 有沒有很重 有嗎對不對 好像有一個 好像有東西給阿哥 掉出來要多長時間 好 可以喔 好 來 請小組長協助一下 已經會使用馬表的小朋友 大朋友請舉手 好 好 這邊 還有一些不會 這邊 都會了 好 那開始跟暫停會不會按 我開始聽住 嗯 很棒 好 我們請程學員幫我們一個忙齁 我們到現在都沒有解釋 為什麼愛麗絲掉下去 突然變得很慢對不對 來 你拿著這個東西 我先揭曉部分謎底 這個是磁鐵 好 可是磁鐵就是說磁鐵 所有磁力就會吸住 有沒有吸住 幫我們做實驗 有沒有吸住 可能是下面有磁鐵 下面有磁鐵 那我們來吸吸看下面有沒有吸住 都沒有對不對 好 但是如果你動一動 這樣動 有沒有覺得 好像有一種力量 靠近一點點 但不要放到那裡 有一種阻力的感覺對不對 好像不太容易動到 欸 很奇怪 有阻力 管子最裡面有磁鐵 我們剛剛大家都看到了 好 阿姨把那個 那個腿管 那個切成熟 大家都片成導播 好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全班 我們集體要合作 做一件什麼事呢 來 我們把磁鐵丟進去 看它掉出來有多慢 好不好 OK 可是 大一點的小朋友 來 我們今天有沒有國中的 國中以上的 大人不用舉手 國中以上有沒有 沒有嗎 沒有嗎 好 我問我們中央大學的同學 有荒榮 不知道今天會不會點名喔 來 這個如果一公尺 請問你一個東西 從這邊放手掉下來 需要多長時間 多長時間 可能冒生講出來 你還沒講出來 你就完了 0.5秒 0.5秒 或更短嘛 反正就是很短 1秒以內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正常的物體是 0.幾秒就 掉定了 他說的 他說的 他是無理系的 完了 他講錯不就是我交錯 好 0.幾秒就會落地 我們自己也可以做實驗嘛 對不對 好 0.幾秒就落地 現在在裡面呢 不知道要花多長時間 大家都準備好了 好 那全班一起喊321 我們就 到處 然後看他掉出來的之後 他掉出來的時候 朱老師會喊停 因為你們看不到 到時候就要記得按停 OK 好 大家都準備好的話 來 全班一起倒數 3 2 1 聽 幾秒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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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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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 9 9 3 2 1 丢 才开始丢 3 2 1 丢 好 那就会了 大家都指挥老师做事 谢谢 好 我们现在就讲好咯 要喊3 2 1 丢 大家才按咯 我才丢 好 整个好了 来 预备 开始 3 2 1 丢 3 2 1 丢 有没有人丢 然后忘记按 这个好像比较高 好 我们看一下里面 这超厚的 好慢喔 难怪爱丽丝不会受伤 到 16 0 7 16 0 7 好 17 0 7 16 0 7 17 0 7 好 你刚刚猜的是什么 银 金属 金属 我发了 金属 一摸起来叮叮叮的嘛 对不对 然后看起来亮亮的 大概金属的这样 你拿这个 然后做 刚刚说老师这个动作 你不要真的靠近 不要贴着它 但是你就蛮靠近的 然后很快的滑下去 有什么感觉 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喔 那你再快一点 快快一点 快快一点 主力吧 有主力喔 再快一点 再回快一点 是 一点点的吸 一点点的吸 好 你该在靠近哪好了 主力很大 有那种主力的感觉 有 来换耐管 很重 不好意思 再上来 你现在要帮我们做一件事情喔 你比较这两个 哪个主力比较大 来 这太重 来 你要两边速度一样啊 对不对 这比较大 这个比较大 来 迷离揭 你帮我看一下厚度是不是一样 我要给你油不要吃嘛 嗯 这样看起来是一样的 好 迷离揭 谢谢你 请回座 这是铝 我们在家里 是不是常常用铝箔的铝 这个是铜 铝跟铜厚度都一样 第一个 刚刚小朋友帮我们做实验 这是磁铁 磁铁在跟所有的金属 最好名词讲 有 叫什么 相对运动 不管相对运动就是 彼此一个动一个不动 就会产生阻力 所以这个磁铁 从这里掉下去的时候 刚刚它是磁铁 假设它的南极在这里 这个金属呢 也会产生一个南极 S极 跟它对抗 所以S跟S 是不是就有排斥的作用 排斥的话 它是不是就会掉得很慢 好 好 大朋友回家可以查 这个东西叫做冷次定律 然后它前面你要再懂一个定律 叫法拉第定律 好不好 小朋友长大就会学到 所以不要紧 好 那为什么这个八秒 这个十六秒 这个是铝 这个是铜 你知道吗 它产生那个阻力跟你能够产生的电流有关 铝跟铜 哪一个导电比较好啊 好 铜档就比较好的 铜档就比较好 所以它产生电流 产生电流是会比较强 产生电流比较强的话 它产生那个阻力就会比较大 OK 所以你就知道了几件事喔 第一 这会产生阻力 第二 这个阻力又跟你的材质是不一样的 欢迎到我们的会场 因为我们会场还有第三支 你还想要比较什么 刚刚不是有小朋友说厚度吗 对不对 我们现场还有一支厚度不一样的 那你觉得比较薄阻力比较大 还是比较厚阻力比较大 好 答案现在我告诉你 欢迎暑假来看我的课程 然后你亲自去做实验 了解一下好不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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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